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出的两本书并合在一起 这两本书最重要的那就是记录了 南修巴里他去到了非洲克曼隆 去进行人类学民族知识的参与式观察 做天野调查他所留下来的独特的记录 南修巴里这位作者 他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 1980年代开始认识于大英国务馆民族自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 长达23年的时间 他也曾经为China4电视台编写跟主持了一个叫做Native Land的影集 在书里面南修巴里用一种不顾任何的拘束秩序还有成立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在想什么 还有他经历了什么 例如他就告诉我们 曾经有人指出女性观点在人类学者的技术当中神秘的缺席 大家认为他们不好应付 也是极端匮乏的知识提供者 那就表示这些女性部落里的女性就很少被拿来当作是Informant 也就是提供知识的人 但是Body有不一样的经验 他发现女性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呢 要开始接触在克迈隆这个部落里的女性 那是一场大灾难 问题仍然出在语言能力 我去找一位老女人聊了过去几年多瓦优人行为的改变 明智之举是要先征得她丈夫的同意 她问说你要跟我太太想什么 我回答我想谈婚姻也谈谈风俗习惯 通奸和还没说完 助理和那个丈夫浮现不可置信的惊恐表情 我迅速在脑海当中解释刚刚的话语 我的音调并没有错误啊 我把马修也就是向导助理拉到一边密上 发现问题出在多瓦优语的表达方式 在多瓦优语里一个人不做什么 而是说什么 譬如一个人不做通奸之事 他说通奸 换句话说 刚刚那句话被解读成为我要跟他的太太搞仪式 搞通奸 误会釐清了之后 我发现这位女性informant 报道人非常的有用 男性自认是宇宙最终秘密的宝库 必须巧言哄骗 才敢跟我分享 女人却认为自己所知道的讯息 毫无价值 所以可以随意的就转送给外人听 他们有时候顺口提到某一个信仰或者是仪式 那都是男人另于提到的话题 就替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田野调查者 开启了全新的探索领域 基本上多瓦优社会 男女分开生活 一个男人可能妻雀成群 但终日都是跟男同伴相处 女人则和其他的妻妻 还有女性的邻居 共处度日 自动模式非常类似英格兰北部 多瓦有女人负责煮饭 丈夫却不跟他同桌 而是和年早的儿子一起吃饭 男女各自更重 女性重自己吃的 男性更云他自己的所需 就在某些吃重阶段 才由男人帮助他的老婆 夫妻只为刑犯目的而相聚 依据妻妾事先安排的轮持表 当班太太到先生的茅屋里去办事 他们之间缺乏西方夫妻的手脸和热情 多瓦优人曾经向我诧异的转述 所看到的奇怪的事情 美国传教士远行回来 老婆居然从屋里跑出来迎接 他们呵呵嘲笑说 要搭这位传教士的骗车 还得要征求他老婆的同意 而且呢 他竟然不搭老婆呢 我们不能去此论断 多怀佑的老婆很可怜 饱受丈夫赤马 像一朵枯萎的子罗兰 他们也懂得如何捍卫自己 还以颜色 大不了他们可以回两家的村子 做丈夫的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想要回聘金牛支 非常的困难 会人才两时 丈夫担心老婆把回娘家 常尽量拖延支付聘金 因为抛弃丈夫的事情并不少见 牛支让渡就变成了伟大的拖延艺术 拖延效率之高 一如科麦隆的银行 婚姻破裂的频繁 加上许多丈夫 没有办法清偿聘金 常常让民主制调查者抓狂了 因为同一个女人会被错 因为同一个女人会被错误重复计数两三次 譬如一个女人抛弃了前夫再嫁 两个男人都会大喇喇的向人类学者宣称 这个女人是她的老婆 第一个丈夫夸夸而谈 她付了多少头牛 却列而不提 这笔聘金从来没有真正送到月家 第二丈夫也大谈 她付出了多少头牛 但是呢 却忘了说 这笔聘金是付给第一任丈夫 而不是付给月家 而那位前夫可能拿这批牛去偿妇 她拖欠其他妻妾的聘金 这个时候 气冲冲的女方家长 可能就会跑到第二任丈夫的家里 要她偿妇 前女婿所积欠的聘金 否则要把女儿带回家 第二任丈夫则快速的反击说 三代以前 有一个女亲戚嫁到他们家 聘金到现在 还欠着呢 一场毫无希望 循环盘旋的法律阵词 于是开始了 多瓦佑人从不说自己取妻取貌 而是取得 看重的是她顺从好脾气 女人绝对不能看到割里锅的硬镜 因为是会生病的 男人也绝对不能看到女人的阴部 会从此不举 因此性交就变成黑暗当中的鬼祟行为 双方都不脱光衣服 女人不拿下阴护前后遮盖的叶片 早年男性性交的时候 解开残药布 拿下行过隔离者 必须要戴的葫芦痴硬镜笑 现在男人流行穿短裤 只有老一辈的参与仪式 还戴硬镜笑 女人在笑脑的时候 会鼓起双甲发出 阴京出窍的噗噗噗声音 这种声音也是性行为 腼腆婉转的说法 多华佑女人即使结了婚 仍然向丈夫说取阅读词 让不少传教士无情批评 多华佑行头 让不少传教士无情的批评 多华佑的婚姻形同卖淫 他们却认为 夫妻账务分明很重要 诸如此类的资讯 都是点滴累积而得到的 我所研究的庆典仪式 和日常生活 则有很大的不同 很幸运的 Nagel Body就说 我来多华佑兰的前一年 正好是小米丰收年 不少人趁此丰收 为祖灵筹办 所谓的头颅剂 多华佑人死了之后 尸体以湿布牛皮包裹 湿布是此地的棉花 所织成的牛皮 则来自死亡仪式 特别宰杀的牛 尸体以屈膝抱缩的措肢下葬 裹尸的时候 特意露出了脖子脆弱的地方 两周之后 死者的头颅就从这里被砍下来 详细检查 头颅便没有被施咒语 就放置在树里的瓦罐当中 接下来 男性头颅和女性 或者是没有受过割离的男性 头颅有不一样的待遇 男性头颅放在毛屋后面的丛林 那是头颅最终的安息处 女性头颅则被送回 她出生村落的一栋毛屋后面 换言之 女人结婚 换言之 女人结婚 由自己的村子搬到配偶的村子 死后 落叶丢一根 回到原来的村子 几年之后 亡灵可能会骚扰亲人 出现在他们的梦里 让他们生病 或者拒绝进入女人死空轮回转世 诞生成为新生儿 这时候就要准备头颅剂了 通常 一个有钱人 会出面寻求亲人的知识 奉上啤酒 如果两场啤酒宴下来 没有人有异议 那就可以居心头颅剂 多亚优人 喝酒之后 脾气不好 训罪而没有争吵 这是很难得 很少见的 需要在场所有人 都极力的辞职 连去两场酒宴 都没有争持 就表示 大家对于居心 头颅宴 有很大的共识 这是 在那样的一个部落里 Nagel Bali 他确确实实 所观察 所参与的 不过 他的笔法 跟一般的明珠字 就是很不一样 掺杂了许多 个人的感受 个人的想法 另外 掺杂了很多 幽默感的描述和评论 我们休息会 等我回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动的声音 台北九三一 就像和你 听见台北的声音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昭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片九三点一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了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耐酒包里他所写的 天真的人类学家 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刚推出的 把过去的两本书 天真的人类学家和重返多瓦幽兰 并合在一起 称之为跨世代共读 经典和定本 耐酒包里他面对天野调查 他非常诚实地提到了 天野调查当中种种的困难 例如他就说 多瓦幽人总是压抑 我那么样的害怕蛇还有蝎子 而且我那么样的害怕蛇和蝎子 但是呢 我却不愿意开车 碾壁 他们觉得最恐怖的鸟 那就是猫头鹰 他们还曾经看到 我抓起变色龙 把他放到树上 对他们来说 变色龙含致命的剧毒 好几个孩子因此患病 所以我所做的是笨蛋行为 我唯一有用的鱼形奔行为 是敢触摸石蚁兽的爪子 多瓦幽人不能碰触 石蚁兽的爪子 碰了 据说终生 他的羊具都会瘫痪 无力 石蚁兽的爪子 也可以用来杀人 放进到面包树的果实里 喊出被害人的名字 果实 果实承受落地 对方就死了 如果有人猎到了石蚁兽 会公开把这位人类学家叫过来 当众把爪子交给body 以表示对族人没有任何的恶意 我就必须把爪子带到山头 埋到很少会有人去到的地方 多瓦幽人颇为感激 我扮演这种宇宙污染控制官的角色 我从旅人处得知 真正耕耘者的小米还没有收割 所以我就有了喘息的时间 来观赏最新的娱乐 那是什么呢 那是在这个属于克麦隆的行政区里所举行的选举 副县长宣造所有的村人在某一天某个地点集合 他要向大家说明这次的选举 结果副县长根本没出现 让村人在那里呆呆的等了两天 他们才陆陆续续回到田里干活 几天之后村里来了一个古米鹤 这些讨厌鬼是退伍军人 受聘于中央政府 负责压制县兵没有办法维持持续的顽强村落 每当古米鹤光领一个村落 就长时间霸占民宅 白吃白喝 尽情指使主人 有些地方民众不知道也不懂得珍惜 自身的权益 就让古米鹤为所欲为 这次古米鹤是要来确保开票所的设立 多瓦优人对于全国性政治不感兴趣 投票热情必须予以刺激 所有多瓦优男女必须要在子弟的时间去投票 球长的责任是确保投票顺利 这个球长马优他就谦卑地扛起了责任 竹地宝则坐在阴凉处 发号司令指挥大家做事 我就坐在左地宝的旁边 两个人称对通奸有了一番精辟的讨论 左地宝说 拿玛丽悠来说好了 大家都说他和我弟弟上床 但你看到我弟弟生病的时候 他多么样的交集 这就证明了两个人之间没有暧昧 对于多瓦优人来说 性和爱毫无相关 甚至是互相排斥的 我就很明智的点头表示同意 向他解释性爱还有其他的面向 如果想要向左地宝去解释性爱还有其他的面向 那绝对是徒劳无功的 在投票的地方 民主程序热烈地展开 一个男人因为没有把他的妻妾全部带来投票 就被骂了 他说他们不肯来啊 就告诉他 你应该把他们打一顿啊 我问了几个人 这次选举要干嘛 他们茫然以对 你带身份证来 把身份证交给那个官员 他在上面盖章 他会帮你投票 好吧 我知道 但选什么呢 他们又茫然以对 我们不是说了吗 你带身份证来 把身份证交给那个官员 他在上面盖章 那会由他来帮你投票 哈 搞了半天 没人知道这次选举是在干嘛 而且他不准投反对票 选了一天之后 官员觉得投票数不够 把大家叫来 干嘛 再投一遍 选举结果出炉的那一天 我正好在西约看到了新闻片 官方宣布 科马隆唯一政党退出的唯一候选人 赢得了99%的选票 西约里的观众在黑暗的保护当中 发出了嘲弄的许声 我觉得这才是健康的表现 但是村里人人都把投票 看得万分严重 一切早规定来 身份证细心的查验 橡皮章一点不差的盖在身份证的投票格内 村人的投票率务必精确计算 选举人名册从这个官员交给另外一个官员 每一道关卡都得要牵手 大家似乎不觉得费力盯紧锁碎细节 和明目张胆忽视民主原则之间 有很大的矛盾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校 他们全部精力都花在一套不可思议的官僚标准 用来决定哪一些学生可以升级 哪一些要留几亿年 哪一些又应该要退学 他们用这套神秘公式来计算 学生平均成绩的时间大约相等于教学的时间 但是到了学期末 校长又独断决定学生成绩太差了 所以通通加二十分 或者是校长收了家长的礼 就擅自更改学生的成绩 有可能政府决定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 就宣布考试作废 变成大闹剧 曾经看到由宪兵背着清机枪来守顾考卷 你真的会觉得忍不住笑出来 几天前有人打开试卷的封套 明明就已经偷偷的把题目 卖给出价最高的考生了 结束选举插曲 这个时候应该要去探望 真正耕耘者的时候了 到他那里要步行二十英里的山景 天气越来越热 我徘徊在晚间出发比较凉快 还是白天去搭人便策 最后选择搭便策 运气不错 碰到了一个来往两个教会的 法国天主教神父 他好心的在我们一层 听他发表多瓦优文化高论 旅途颇为愉快 这个神父他的理论 职工性压抑 一切都和性有关 男人被杀之后树里的木叉 一边是杨具 另外一边是阴道 歌里的紧张代表 他们对阉歌的深层疑虑 他们谎称歌里是用牛皮缝和肛门 显示这个民族有肛门妄想 看来这位神父不只是读了心理学教科书 还读过一点人类学 仔细想想他这番理论 显示他读过一点有关多瓦优文献 多瓦优文献 至今他们仍然不肯告诉他 族人的神话和原初之旦 在他发现托康人不像法国人之后 简直无法接受多华优人 也不像多岗人 法国神父就说 你无法否定这个论点 无所不在的潜伏信誉 和非洲文化的性质之氛围 绝对脱不了关系 或许过于仰赖圣经 会让人深信 所有的真理都在一本书里 对某一些人来说 文化相对论是很难被接受的观念 尤其是信仰坚定者 不管他是神职人员 自满的拓荒者 或是德国志工 有位德国志工 曾经一语道破 他在科迈隆三年 真相是什么 是如果土著没法吃这个 去他的 他们可以卖给白人 我才不管 我们的目的地 是一个荒凉的村落 位在坚硬的花岗岩石三角下 这样薄而甘蔗的地面 竟然能够种出植物 是个奇迹啊 这里的气温和田野调查者所住的那个地方落差很大 真正耕耳者先生 他是一个枯干瘦小的男人 一身破烂 他根本喝得烂醉 这个时候才上午十点钟 我们行问候里 人们拿来草席 让我们坐下 正如我所害怕的 他们就开始准备食物 我很能够接受多瓦优的怪胆膳食 包括山药 花生 甚至小米 不幸当我拜访陌生村子 按照习俗 他们必须招待我吃肉 以示尊敬 既然他们不会为了取悦我 特地杀一头牛 所以送上来的 那就一定是 那种吊在炉火上 断断续续 不晓得熏了多少食指的肉 撒上了沾酱之后 就发出了阵阵 令人作恶的臭气 幸好观看陌生人吃饭 不礼貌 所以呢 马修和我必须要退到某一间 某屋里进食 我大可以居次主人奉上的娇摇 不至于得罪他们 我就躲到墙角 去思索其他的事情 让马修可以一个人吃两人份 这都是人类学家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 很多的生活琐事 在这些生活琐事读起来 其实比民主子的内容 还要更吸引人 另外 更重要的是 一般的读者 都可以在巴黎的书里面 读到让你觉得 有意思 有启发的内容 所以这两本书 天真的人类学家 和重返多华幽览 就合并 而有了这样的一个 经典合定本 书名仍然沿用 原来的书名叫做 天真的人类学家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